以色列告诉公民尽快离开埃及和约旦 今天,以色列发布理想警告 禁止前往埃及约旦和摩洛哥旅行 原因是担心以色列游客会成为因哈马斯的致命袭击引发的战争而愤怒的人的目标 国家安全局总理办公室和外交部发布的声明称 将埃及包括西奈半岛和约旦的警戒级别提高至四级 并呼吁所有在这些国家的以色列人尽快离开 对于摩洛哥,威胁级别提高到三级 并建议以色列人避免非必要的旅行 警告称,由于战争的继续 最近在世界各国,特别是中东的阿拉伯国家 出现了对以色列的抗议明显加剧 伴随着对以色列和犹太人的敌意和暴力表现 该公告还建议避免前往所有中东、阿拉伯国家 包括土耳其、埃及、约旦、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巴林和摩洛哥 此外,他建议避免前往马来西亚、孟加拉国、 印度尼西亚和马尔代夫等国家 巴林和摩洛哥 巴林和摩洛哥